在新的一年 大家除了希望疫情可以平稳下来 也会希望求取财运 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 会到金融机构领取发财水 像是三重农会 今年特别准备了一千份 果然是供不应求 一下子就索取完毕 这面印上服务轩微 背面则是以金色为主色调 画上了金虎 周边还有金元宝 松柏跟牡丹花等机箱的图案 每年三重农会发财水 总是供不应求 我们三重农会有设计 符合金虎年 上面有很多的钱币 表示财云滚滚 上面还有松柏长青 表示长年的富贵 我们年前已经准备了 很多的发财水 放入金库吸了饱饱的财气 然后开工的时候 会发给客户 依据民俗专家的说法 民众领取了发财水 可以先喝掉一半 然后装满之后 再放置在财位 包括正北方 东北方 以及东南方 代表不同的财运 东南方有智慧财 人员财 业务财 还有桃花财 拿回家的时候 开工来拿回家 可以先自己喝一半 然后就剩下的 再加满了水 放在这些财位上面 那或者是说 有客户的话 他拿回去 就是放在饮水机中 或是煮菜的时候 然后跟家人分享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那他必须喝之后呢 留一半 放在这个财位上 然后等到那个 元宵节过后呢 全家在一起饮用 每年开工日当天 发放的发财水 已经成了不少 左邻右舍以及老顾客 一定会领取的招财用品 能会期盼 领取到的民众 都能裁员广进 平安顺利 记者房间凯琳锦宇 三重采访报导